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迎战浙江队 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队局呢 是赵兴兴特大师对阵成云小级大师的精彩队局 好 我们现在来看棋局的进程 我们边讲边聊 赵兴兴呢 采用他比较喜爱的当头炮 谈谈你对赵兴兴的棋风呢 感觉怎么样呢 你怎么评价他呢 我觉得赵兴兴他是一个棋风非常锐利的一个 那个年轻态的年轻态棋手的一个代表人物吧 而且在网上呢 大家都会评论他叫六脉神剑 所以说明风格非常的这个攻杀犀利 这个很很大的一个特点 对 那那个赵兴兴呢 也是2007年吧 对 2007年的新科状元 跟你同一年 那一年呢 我记得主要是赛制也比较特殊 那赵兴兴呢 凭着这个良好的这个快棋加赛的 战胜了这个吕琴和赵国荣 对 获得了这个最终的这个冠军 当时呢 棋谈也为之一阵 赵兴兴呢 他由于这个心心两个字有六个金 所以这个网友送六脉神剑 攻杀呢 比较锐利 对 比较富有这个进取心 下棋比较积极和果断 那现在呢 这个他选择的是七路马 对 然后 就是徐黄炮 对 徐黄炮 黑方先走了 马二点三 我们稍把一步棋 对 就这个棋呢 等于轮到黑方走 那成名呢 本身是来自江苏省队的这个选手 今年呢 交流到了这个广西跨世纪这个队伍 对 广西跨世纪呢 也应该说这个发挥的非常出色 特别是在这个王天一的这个率领下 目前呢 这个广西队呢 截止到第十八轮 比这个第二名拉开了十分的几率 对 应该说呢 夺冠呢 希望呢 前途一片光明 那成名大师呢 应该说整体表现也不错 这盘棋呢 面对着这个对方主帅的这个冲击呢 他选择的比较积极 他都狙击 除了狙击以外呢 就说黑方呢 还有很多种硬碗 对 这个棋 像张老师 这个棋一般 我看大家都选择什么马七进八呀 向三进五 或者向七进五的这种变化比较多 对 这个狙都是缓出的 就是您觉得这个狙击一为什么 好像最近也没很少人走这个棋吧 对 您怎么看呢 巡洪炮这个棋呢 应该说本身红方是一种缓攻型 缓攻的棋呢 就是对于黑方来讲呢 他应付的办法就比较多 不像这种过河区 那你只有一两种选择 那么黑方有四五种选择 对 马七进八呢 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这是很多选择采用的 他最主要把红方居于平二的居呢 封住了 但是不足的地方呢 就是将来黑方左右子力啊 要舒展 这个呢 是喜好攻杀的棋手呢 走得最多的 因为他等于不给红方出具的机会了 将来黑方的思路呢 就是再向三进五不像 马八几七登 这个居呢 可能必要是要去八几一再长起来 是 那如果他黑方走向三进五或者向几进五的变化 也都可以 对 那这条旗呢 就是说 马七进八呢 是属于这个对攻 飞左向呢 就是延缓红方这个巡洞炮的这个威力 比如说飞个左向 也是可以 这样你就不能轻易对兵了 跟这个先跳马呢 同中有意 这儿黑方再马七进八 下部他有个G8平地的反击 这个居路就开阔 对 对于红方来讲呢 虽然把这个兵对了 当然这个也是巡洞炮的一个主要的这个战术意图 这儿黑方将来有G8平地的反击呢 然后G8平地在居进四长起来 红方呢 这个对了兵以后呢 反而遭到黑方的这个反击 所以这个棋黑方呢 就是感觉还可以 那这个变化呢 就是说等于红方呢 会再出局 然后黑方再走G1 就变成了左向横居的这么一个基本的阵型 经过大量的实战呢 认为红方还是略好一点 但是黑方如果走的比较没有错的话呢 也可以的与红方对抢先手 一般红方走G9平一啊 黑方再走G1平四 就双方对象圈上也有走G1平流的 那么实战它是先G1平一 是想加快速度 对 此派老式招法就是向三进五 也是可以 这个是老普出现比较多 然后他走G1平二 然后黑方走G1平三 G1平三 他补三样的好处呢 就是G呢 可以从三路线呢 来一个夜里残花 以后有足三级充足在马尊退伍这个战术手上 这样挺快的 五方还要在G9平二 这样呢 就变成阵地战了 双方呢 在各自的阵营里边呢 掉兵潜将 动作呢 比较慢 这个起 双方也都比较稳着 也是可以 那么以上这几路变化呢 应该说双方呢 就是都可以下 那黑方这个G1呢 正如唐丹所说呢 黑方想呢 加快这个大子出动的速度 来加强这个反击 因为既然你红方走得比较缓 我就走得快一点 你同样这个骑队对兵以后 他还是马戏嘛 将来有G1平7的 对 还出自快 这个手段 那红方仍然是G1平二 赵熙熙呢 应该说对这个 巡航炮啊 这个可谓是德西英手 他在很多大赛当中呢 都经常采用 而且战胜了很多名手 包括这个 这个 现在这个状态最好的这个 王天一 因为在2012年 这个 现在联赛当中 那一年呀 这个浙江队呢 不幸这个降组 但是赵熙熙对待王天一的时候呢 对我们北京队的时候 他还是走得很勇猛的 当然王天一那个骑形势也不错 后来这个 中斩走失误了 被这个赵熙熙战胜了 所以说赵熙熙呢 走这个巡航炮呢 他是很有信心的 这种骑就骑人论呢 就说变化也比较多 适合于这种喜爱攻杀的骑手 来选择 然后黑方走居于平寺 陈铭呢 一般的给人印象呢 他的骑风是比较稳健的 对 但是这盘骑呢 偏偏的选择了这个 非常激烈的这个变化 这个双方呢 一场对攻战呢 也是势不可免 嗯 他这个骑如果走 君寺信三呢 就不好了 洪方有马三进四的这个手段 这样先看上 对 他这个马一登 那君寺信三再继续捉一下 那洪方 有可能马七进六 来这个强行 强占你这个中族 哦 过兵的话 就马四进五登兵 对 这个骑黑方呢 就是说的这个此地走的 这个居越走的不如太多了 对 中路可能有点空虚 对 所以说这个骑黑方君寺三呢 容易落入俗套 黑方这道旗走的也很强要 对 我觉得成名是一个90后的一个 嗯 也是一个江苏队的一个90后的 一个不错的一个骑手啊 但是他的一般给人下棋 感觉就是布局比较工整 嗯 然后没想到这盘棋 上来就开始刺刀见虎 是啊 嗯 嗯 应该说成名呢 这个易改这种啊 稳步的这种风格吧 嗯 那么红方冰淇淋也实在不行了 对 这个冰得先过这个冰 嗯 黑方也过足 过足 嗯 红方并没有急于并走冰淇淋 他先走了个G2禁六 嗯 防止黑方这个封锁 嗯 那黑方呢 G4禁五 走的也很不错 这双方呢就是等于啊 各过了一个兵啊 对象先手 嗯 接下来红方走跑跑平五 如果他先走个基因的话 黑方呢可能会走马三退五 顺势把这个马呢回正了 正好安全了 对 以后有个G4平三 对不起 没法防守了 对 如果你G2平三 压他有跑跑腿一的棋 对 比较 红方比较落后手 他这个将军也挺好的 正好把鞠量出来 他的想法是想先手出鞠 对 就说他是抢速度 嗯 那这个棋呢 黑方走了一个疑问手 哦 他走了一个马三退五 直接退马 对 他可能也是不希望你红方这个 正好有个下兵的先手 一般来讲的这个马退伙心呢 就是容易出问题 但是黑方在这个局面下呢 他有两个想法 第一个呢 你总要兵器拱我将来 对 我的三路马呢 早晚要退 对 第二个呢 你具有型发捉炮呢 你也是先手 我正好一招两用 把你这个两个先手呢 都能够化解掉 对 但是实际上呢 这么走呢 使自己的整体的这个 阵型啊出现了这个隐患 正所谓这个马跳窝心 不死他分 对 你想呢 以余为直 但是如果一旦调整不好 极有可能呢 出现这个自己呢 这个半算的这个地方 嗯 那黑方这个棋呢 后来我们在学习这个队局的时候 我觉得黑方应该走四次进五 先不愚守 对 然后 红方肯定要去九十八了 嗯 这个出去 哎 不好意思 这个这个棋子 没关系 对 郭冰 这个 嗯 这个 这个 九二进六 十四次进五 炮八平五一将 嗯 他应该十四次进五补一手 对 那红方 十五平八 对 正好出狙了 这个时候呢 黑方有强硬的这种手段 强行对筑 那这样患者呢 红方居八进七 也势在必行 对啊 他黑方呢 这棋不是患者 他是弃子 他强硬的棋子 马气 能跳出来 那得居二推一 得退一步了 不 他先得居八平气 居二推一 你就得不了子 哦 对 人家打居呢 对 战是杀奇 战登不了居 黑方向他有 嗯 不像 这儿黑方马路退八 登着这个局 这个局 你肯定要退 对 他只能退这局 黑方这个时候呢 跑二平三 换 这样一个换居 五方只能直居 黑方再决策机 把这个马除掉 嗯 好 我们再看这个棋材 现在等于是 黑方呢 少一个子 但是黑方的位置呢 非常好 也过河个兵 对 七路足过河了 盯着洪方这个三路马 对 所以这儿的局面 应该是两分 而且胡方 这个底下有点危险 这个项肯定要丢 对 你也不好逃 你要马尊队伍呢 你将来还是没有出路 对 所以说这个棋呢 作为黑方来讲呢 就形成了 气质夺势 嗯 就是说我们相机当中 经常啊 对 要牺牲一个局部的 这个利益 在全局呢 来呢 这个争取主动 那这个棋如果要走到这儿呢 我觉得黑方呢 布局还算比较成功 虽然少一个子 但是他的未来的前景呢 还是不错的 对 黑方没有 全盘基本没什么弱点 没有毛病 对 他等于还有这个反击之势 嗯 所以说这个棋呢 整体来看呢 就是 就是不是更好一些 不是是好棋 对 而实在当中 黑方他没有不是 就这个时候 他走了一个马森队 马森队伍 这个棋呢 就是把自己的棋 也走别扭了 嗯 我们看红方呢 面对这样的情况呢 是怎么去进攻 他走G2平3 以压 对 黑方得补一手相 黑方 左相一补 然后这个时候 红方不再出局了 出局可能是 反而是个后手 对 他动作慢 对 然后这时候 直接跳马 蹬了一下G 对 他马进巴 快马扬面 这个棋呢 黑方这个G呢 就是 遭到这个追逐 他实在走G4平3 这个也是必然的 对 马8进6 等于红方这个马呢 对 速度很快 直接 扑向了马6进4 这个握槽马 这个马 这个威胁挺大的 对 嗯 现在要马4进3 对 有一个杀棋 对 对于这个马4进3 这个威胁 黑方到底 应该走什么 比较 合适呢 那好 稍后呢 我们再向大家 介绍实战的经过 接着实战呢 黑方走了G8平7 但这招棋呢 事后呢 也发现呢 这个位置并不好 因为就是将来 红方G3Q2 他总是一个先手 嗯 黑方这个棋 应该走G8进1 比较 比较好 这样看 那红方是不是出局 G9平8 我再跑个先手 对 因为这个棋呢 这个足毕竟很厉害 对 他也相当于 半个子 红方不需要 吃回来 吃回来 这黑方有G3平6 平居 对 整体上来看呢 红方是先手一些 对 但是呢 红方这个马呢 也要换了 换了以后呢 应该说 黑方这个棋呢 就不是很怕 因为他将来 黑方可以在G8进2 对 升起这两个巡货区 来这个加强防御 对 比较缓和了 对 那时段当中呢 黑方他走G8平7 这儿就给了红方呢 很多机会 我们看 在面对 这个进攻的局面下 红方怎么处理 赵薛琳沙琪 还是非常精准的 他走G9成1一桌 他也是炮2平3 就是他G3推2 也是吃 他也是吃 这样是走了一个先手 这好有一个马斯坚 这个炮还得走开 对 炮也没办法 他只能逃 对 他退了一步 他以后想炮8平7 这样 对 红方走的也比较凶 他是 他走有马三斤4 对 因为这个棋 你这样不能打我 打我 等你将 你那个G10 跟我有马斯坚 这个先手 对 这个马三斤4 就是防御黑方 这个平炮打局 黑方走 炮三斤1 对 弹子炮 黑方呢 觉得我这个弹子炮 也是挺结实的 对 你也不一定 就把我奈何呀 而且他就是 我觉得黑方可能 一直想走炮9 炮8平7 这个打局吧 打局打底下 这两个炮都描着底下 对 对 好 我们看 然后他走 他走了一个炮5平3 这是一个防中代工的 这么一个走法吧 对 因为就是张老师 您看这期黑方 现在也是不能走炮8平7 对 他以后一直有马四斤5 一直有这种先手吧 是 所以他也没办法 他就是 继续平局过来 对 红方呢 就是暂时呢 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去攻了 对 所以他先吊住他 再蓄势代工 那等他走过去 他再走炮才平4 对 然后黑方这时候 就平炮继续打局 正好这个时候 黑方 把你这炮吸引过来以后 他再平不打局 嗯 这个期如果红方 走得要是稳点的话呢 就是容易呢 这个简化 对 如果换子的话 换掉就 嗯 就红方是不是兵种好一点 对 但是 但是够不够赢 或者是优势 我们继续扩大 马四进三 嗯 如果登 他炮三平七打 对 你炮四进三再打 他炮四再打 对 然后他炮五平三 这儿子力就换的比较多 嗯 这儿等于红方兵种优势 应该说红方呢 也是好下 他以后有去八进六 去八进五 这些先手 但是 棋局可能比较平稳了 对 想取胜呢 就是道路很漫长 对 可能赵清新呢 觉得这个局面呢 他不是很乐于接受 嗯 所以他走得很强硬 他走巨三平二 这个像呢 就送给对方 卖给对方 对 那么黑方 也只能先吃个像再说了 因为这个巨 再走 肯定后手了 对 他先打像再说 然后红方是不是 嗯 他居里平三 叫下门宫 继续过来 红方 这样双方都 不像 这个地方呢 就是双方啊 对方呢 咬得很紧 黑方 应该走马七进六 先抢个先手 嗯 那这棋红的 红方是不是 G二平三 先对个局 对了局 我就对到你 然后我再把炮逃害 因为你这棋 如果竖着走局 他将来有破队平德反击 对 如果你G二平三的话 嗯 那么黑方只能对了 对 然后这炮打过来 那黑方再平 嗯 就这个局面 肯定是红方也先手一点 对 你G八进八 我进去 然后黑方再走 就如吃炮的气 回炮 回炮防守 对 这样黑方还是能够坚守的 对 就说红方呢 嗯 肯定是先手一些 对 但是黑方呢 这个防御呢 看起来呢 嗯 也是比较结实的 对 所以说这儿的局面呢 黑方呢 就是还是可以顽强的这个防御 嗯 那时代当中呢 这个就是等于黑方呢 这个时候就走了一个比较坏的气 啊 他实在 他逃炮了 对 他炮七退三 嗯 他可能是不是也考虑你以后有什么G八进八呀 我就炮七平一打过去 但是他不给你这个机会 他炮四平三 正好有个平炮 啊 他炮四平三把你吊住 这个 这个红方 这个黑方则挺别扭的啊 这个 也不知道该怎么走了 所以他 计算平六 对 因为这个草马呀太厉害了 对 黑方呢 就是说的 很希望呢 把这个马呢 解决掉 对 要不然也没骑走 局七平八对局也不行 有个马四进三 对啊 这丢子 嗯 那个是 那个二德 他觉得还是吃亏吗 对 然后他走 这时候进居 他居平八 他将来还有马四进五的这个手段 对 他居八进八 对 一桌 双方 这 其实这几步棋都非常的关键啊 都是 十段当中呢 胜负手的感觉 嗯 十段当中呢 这个成民呢 他走军路退一了 结果被赵欣欣呢 以非常一个漂亮的 这个战术打击呢 就是迅速取胜了 我们看黑方 最好的走法啊 应该走居居平八 对居 这儿你如果对掉我 我登回去 正好我这个居吃你两个马呢 我还有这个机会 这两马不太好处理 那 红方最凶的可能就是马四进二 强行填住 对 这个呢 黑方大致有两个走法 他一个炮三进三 我们看一下 炮三进三行不行 那 长起炮了 那红方居八平六 哦 居八平六 就打这个 像 哦 那只能炮三平五先填着了 那红方再一打 哦 黑方再去填炮 对 填炮 看着好像红方 山中水去移乌路了 对啊 但是呢 红方这个时候呢 有一个非常凶的这个手段 嗯 就是把你子力都捆住了啊 对 你看 红方跟黑方啊 在中线 对 子力都走满了 对 而这边子力呢 也互相牵制 对 互相缠绕 那红方这个时候 有一个摆脱的好气 炮我平六一走 哦 强行平炮 下部这个马四进六 是挡不住了 那打向江一军呢 打向江 我就扬个事 哦 这儿的局面呢 这个马四进六太凶了 黑方是 没有办法打 哦 又是杀棋 又是 对 我马四进要一打 嗯 又是吃事 又是打局 对 这个棋 黑方就顶不住了 对 黑方 这吃俩相也没有用 对 所以说黑方 炮分三 就是这个地方 肯定是不行 所以对局的时候 对局 强行有一个 马四进二的 这么一个 一个很好的棋 不 这个棋还有变 我们再给大家分析 这个棋盘呢 可能 嗯 马四进二 它 回来先防守 对 因为把你的马呢 嗯 这个逼进去以后 我在九六平三防守 对 它以后 也可能马五对七 赶紧 这个棋呢 就是说 红方呢 就是 炮分三平二 也是比较厉害的 因为它下方准备马二对三 强行持狙 看到吗 对 我一回马准备 就握死你 对 既持狙又杀棋 对 持狙 就偷狙持 那黑方只能马五去七 嗯 这个棋呢 就是红方呢 就简单的说呢 它将来能得子 但黑方呢 如果应付好呢 这个局面呢 也能下 我感觉黑方这个 对 黑方这个就是 这都处于防守阶段 对 这子都反正很别扭 它是僵 它是僵有一个先手 对 炮三瓶六 对 平炮 这么强行平坏 哦 对 它平了一个炮 嗯 这样呢 它可以聚八平四 先吃一个 先吃 它是杀棋 你只能在聚三瓶六 在炮五瓶二打 嗯 好 我们摆在这了 反正就给大家摆一下 嗯 它聚平坏过来 对 它这个聚一闪不是杀吗 你只能聚三瓶六 对 然后它的炮五瓶二一打 嗯 然后对方只能聚出去 进行吃 嗯 然后它炮入进三可以 点住 哦 这反正能多个子 对 而且也是 或者炮入平三这也行 炮入平三吧 嗯 嗯 感觉黑方 就是黑方先多一个 对 感觉黑方也挺危险的 对 嗯 总之呢 这个变化呢 红方也是比较凶 对 另外红方还有这个手段 对 就不走炮三瓶二 对 还有一些更强硬的手段 红方还有一个手段 就是它不走炮三瓶二 它还有一个直接马上去三 这个是弃子 哦 真的 那也就看着感觉能不能飞啊 这个飞马 这把鞠吃了 中兵丢了 你飞马 它吃你鞠 你蹬过去 它马斯进我蹬 这个太厉害了 对 一堆的这个抽旗的这个弯啊 那黑方呢 也有比较顽强 双方都很精彩一下 就是说这个中局呢 就是说双方由于子力啊 都处于这个空间比较开放的位置 特别红方是进攻方 嗯 现在这个对军呢 是不是 对 他呢 先不吃鞠 他先挂一枪 避免变化 对 那你只能鞠吃吃 然后他现在吃鞠 因为你要是后降的话 他多了个马拉线 对 然后这样子 感觉马七退八登了的话 是不是 你要登的话 他马斯进五 这个棋啊 黑方是很危险的 虽然多个子 但是这个 对 但是这个温馨马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啊 这个这个温馨马太厉害了 对 这个炮也很尴尬 你要拘禄精 它可以马五进七 这么强硬跳下去 就是 就是 马五退七什么的之类的棋啊 你现在拘禄精一都不能马五退 马五退它拘禄三了 对 它就掌距的时候 对 感觉这么一走 这个屏幕呢 反正 对 有个马五进七强行跳进 这炮很别扭 肯定捉死了 因为你推炮保也保不住 还是能吃 但是黑风呢 也能把虹方呢牵制住 但是发展下去呢 感觉还是虹方机会 对 主要这个温馨马这个太差了 等于呢 我们给大家介绍几路呢 就是 虹方这个进攻的手段 大家呢 也可以做一种参考 但是黑风这个时候呢 就是它还有一个走法 就是说它索性啊 就是1G2 对 1G2 但这个骑发展下去呢 应该是虹方号 对 因为等于是虹方双击冲炮 它比较厉害 对 而且在淘海 把线手支炮 你还要炮再淘 我将来还有G8平6 对 这个手段 主要它这个温馨马 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那它炮三G1 G8平6 它叫向武进7 反正黑方呢 给人的感觉呢 是在这个不停的应付 对 感觉还是比较厚手 嗯 就是说红方呢 既有炮三平二 也有马二推三 就是走到这个局面 也有马二推三 又有炮三平二 两个手段 对 应该说都有不同程度的优势 对 就是张老师 如果看您摆这期 就觉得这个红方走法非常强硬 马四斤二什么的 然后强行以后 什么G8平6这种的 对 就是针对这个温馨马 这个问题 对 它是一系列的强攻 对 一系列的强攻 那现在这个棋呢 就是等于 它走G8进8以后呢 对 它就进居 实战当中呢 黑方呢 它没有走出 G8最顽强的这个应招 对 因为你G8以后 红方也不能G2平3 G2平3 它就有反江的棋 对 底下还有漏风的 江它聚了去 它先把你这个马吃掉了 对 不过感觉就是 就G8进8这部棋 还是挺隐蔽的 对 就是对黑方有个 很大的考验 对 黑方呢 没有啊 完全识破呢 红方这个真正的意图 对 因为 它以为是个对子 对 它以为可能是 红方要去发皮去吃炮 对 然后他再从容去应付 对 因为这个地方呢 如果吃炮的话 将会有个G2平8对军了 对 他这么打呢 他也不怕 反正他 大不了还有马七斤六 对 所以说呢 在看似比较平缓的这个局面当中 红方呢 实际是蕴藏着一个非常凶快的杀鸡 红方走什么呢 石破天惊 一打相 继续气一个子 黑方只能向他用飞 这个没办法 对 然后红方马四斤六一登 又登居又桌相 你需要G6进一的话 我就马六进五了 对 这个没法防守 对 G6退一呢 就马六进八了 是不是 对 他实际当中 他是走的 他好像走G6退二 他走 对 G6退二 G6退一 他就马六进八 他也守不住 他想着G6退二 你马六进八 我可以马四 马五进三 还可以下一下 对 他就G6退二 对 对 他的意思就是 你要马六进八呢 我就 也是占有 马六进八也是锁定胜 对 所以就是 但是他可以马五进三 对 还能坚持一下 红方这个时候呢 他走得很轻盈 赵欣欣的这个战术 确实走得还是比较高明 他就G8平一吃的 对 这个简化 现在还是 虽然还是少个子 但是 这黑帮这窝心马 真是太痛苦了 对 他的这个马呢 跳不出来了 我们看到这个 红方这个进攻的 非常的犀利 这个黑帮这一个像呢 就是守不住了 因为这个子群拉死了 这边动不了 对 你现在G7变八 他就白打马 这个 也对不了G 这个 然后他只要逃向 他是向五进三 他这么别入 不希望你马五 他不希望你马五进三 然后他走 对 他吃掉炮以后 他向五进三 他就防止你马六进八 然后黑 最后要去红方的G平了 黑方就是投资人负了 这个就没办法 这个旗呢 就是他下部要马六进七了 对 他G6进一 防守也守不住 他有一个马六进五 强行填住 他本身G2平六 也能得回子的 对 下部旗 眼睁睁地看着红方 走G2平六 行成这个旗上 G2平六杀七 对 所以说呢 等于红方用强制的能力 杀了黑帮右空门 特别是炮打象 这个旗走得非常精巧 对 那么这个盘棋呢 是红方赵欣欣呢 浙江民泰银行的这个选手呢 战胜了广西跨世纪的这个成名 但是最终呢 广西跨世纪呢 凭借着这个王天一 还有申鹏的胜利呢 对 最终是五比三当中呢 战胜了这个这场队 对 有关这盘队局呢 我们就给大家呢 介绍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好 朋友们再见 好 朋友们再见 对 还在吃 对 然后平局